过去几天 大雨对中东和波斯湾国家 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 就像画面上你看到的 伊朗东南部地区18号 也出现了严重的水灾 救援人员他们是丢出了绳索 试着要救困在水中的民众 一旁也有不少人还等待救援 居民无奈表示 当地已经没有可以喝的水能用了 那淹水更中断多条连外道路 媒体就报道 这新门大雨造成数千居民流离失所 还有基础建设跟农田都因此被破坏